以孤独王和洪生二房长女何超穷 近年将家族夜搞得有声有色 女强人形象深入民心 更是中政商界的大人物 8月刚度过61岁生日的何超穷宝 得宜 在不少公开活动中都打扮得贵气十足 而日何超穷穿上街坊装现身 虽然打扮随性 但气却丝毫不减 有网民留意到近来何家千金都偏爱随性风打扮 早前何超联被拍到穿便装外出 跟何超穷一样难掩附加千金气场 日前何超联上一身全黑配拖鞋打扮现身铜锣弯引起热议 他与斗宵近日亦有到上海出席活动 被指两人动哨且全程黑面 进场后还分开做 原来当日活为钱贪三十一文化典礼 由何超穷主办 二房的妹妹和凤吉何超侠都有出席揭幕 活动后有不少照片 出何超穷义有根何超联及豆香合照 何超联宇 供豆香合照时靠边站或网民赞时做 不搭家解头 而何超联宇老公义不似外间所指冒 何神离超穷当日穿上黑色套装 展现一项干练的一面 过在之前与同样地点举行的苗族女性展览开 他则比较随意 仅穿一件灰色上衣配蓝色外套 衬牛仔裤及剥鞋 与八月时到贵州农村一家博物考察的打扮相似 当时和超穷同样打扮 扑素着灰色运动套装松身的棉质裤加上简单拉链外 内搭灰色V领上衣搭配白色剥鞋 相信他当时就下不少穿上民族服饰的照片 并于今次展览展 何超穷当时更与其他工作人员一同做小行旅 八道达博物馆相当贴的 最近很爱穿灰色的何穷 昨日又在陶瓷之乡景德镇被野生捕获 只见超穷穷上灰色松身上衣 配铜色的松身短裙 腰还有锁绳 有点像居家服 而脚上则穿一对粉红的平底鞋 何超穷的穿着再次引起网民的讨论 人奇怪他的打扮与以往有颇大改变 但更多人称万人的评价一点不重要 自己舒服就好 内心大的人才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 怎么舒服怎么 只有穷人才在乎别人看穿着 他想美的时候每天 想舒适的时候就舒适 有钱就是好 不少网民何超穷现实能随心所欲 笑容也特别轻松自然 现自信美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新浏览更精彩内容